CYC 我看見CYC,通常在街上 看到他們都很忙碌 見到他們都在做案件 覺得他們很忙 進來才知道 入行真的那麼忙 除了救火之外 救人也要處理很多的PACE 之前做酒店做到一段時間 當我去考的時候 都跟家人商量過 其實他們覺得想做就去做 自己都會想的 是否真的會投入這份工作去做 最後衡量過 我都想在這方面發展去做 我太悲 亦恨而想 跟手握著你 講到底 我不是挑釁 掛於空中別落地露 輕行埋葬我的心 患震動 我不是 那我尊重 迫以靠越加 如果救火 我會想到一個成語 應難而上 譬如在火場 往往我們去做的時候 做一些火警的時候 報警的市民 或者受害者 通常他們會離開火場的方向 但往往消防員 就是向著一個危險的地方 去前進去救人 所以我會用盈難而上 這個成語去應用消防員 其實如果工作來說 我們每一次去做一些CASE 出去工作 其實每次都是一個任務 其中如果最開心就是 完成那個任務 其實對我來說已經滿足 因為我們一出去 去車的時候 就是做那個任務 完成了 應該也有滿足感 希望可以尊重人 尊重我們的職業 其實已經很好 其實我們任何做的事 都是做回我們的職責 我自己喜歡玩音樂 喜歡彈結他 唱歌 還有我會寫歌 如果對我這個書壓的方式 可能會有壓力的時候 我會彈一下結他 唱歌 甚至可能我會把我的感覺 寫到一些歌上去抒發出來 其實《超人夢夢》是第一首 關於我工作消防員的歌 那時候應該是2015年 正式大家認識這首歌 其實某程度上 可能這首《起跑線》 是圍著火速救兵來寫 圍繞著裡面的劇情來寫 那《起跑線》就出來了 就是今年的新歌 即是一百年的新歌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 比較有代表性的歌 可以當作主題曲 現在這個方向 也希望在寫這首歌 希望是一首比較正面一點的 節奏感比較強的歌 代表消防員 想要避免 降落大雨再沉點 點點 敵在 氣跑線